好啦,我們上課 上禮拜我們講到...講到哪裡? 我們講到... 唉唷,我不知道 我們講到後面了 所以... 所以... 那麼多人啊 好啦 那就是這個樣子 對,你還沒... 只是後人... 對啊 你為什麼要坐在那裡呢? 位子不在那裡 宣宇怕位子而已 你的位子不是在子豪這個位子嗎? 子豪就應該坐那裡了 有辦法啊 你去找子豪 你去找我 子豪過去 你們坐那裡 都坐來有沒有說固定是誰的位子 抱歉,沒有啊 是... 不能說一些... 啊... 啊... 問你們什麼是氣團 蛤? 氣團 氣團是一個超大的空氣 一定一團後門溫度的氣團 一團比較性質相近的氣體 一團 比較多 那... 那是什麼? 嗯... 一團 這一團的空氣 它的性質相當 性質相當包含說 溫度啦 密度啦 濕度這些東西都是相當的 那這是另外一團空氣 他們兩個誰高壓誰低壓不一定 不見得說一定是冷空氣就是高壓 不見得 它是跟高壓跟低壓是跟旁邊的補教的 這位同學 你在忙的時候 記得你見我講話嗎 我記得你練高壓跟高壓跟低壓 什麼低壓高壓氣啊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你在講的是什麼 你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是你不知道還是說 你現在沒在聽嘛 咱們的椅子要搬過來一點 你覺得這邊劍角很大 這這麼大 那邊是綠口 對啊 欸!這誰在垃圾 出現了 這誰啊 喔!這誰啊 喔!我知道了 大公 我 我 有這裡嗎 那個我上禮拜就看到了 上禮拜就看到了 上禮拜就看到了 冰箱 你看 我以為那個是 我運做直接來工 你看 這個他善良什麼關係 他不見得很好啊 他不見得長啊 你為什麼知道他在長 有時候他覺得很好對不對 他覺得很好 他覺得他長什麼 你看你就講長嘛 他不見得長啊 他可能要下去他沒注意到啊 對啊 你為什麼想他長呢 他不見得長啊 對 對吧 我們都會忘記東西啊 我說掉了我會忘記 我就走了 對不對 下一個不小心把它踢進去了 他就這樣子 他就留在那裡 你們要吃東西齁 我沒有特別考慮 但是前女士要放過 吃東西 腦袋 要在思考在講什麼 好啊 如果你沒辦法做到這件事 建議不要吃 好不好 他能不能做到這件事 只有你自己能判斷 你自己才能判斷 沒辦法判斷 讓你再聽得 但是我可以清楚 現在剛剛我看到 趙中根本沒有任何反應 你知道說 那個已經神有了 他好像都在自己的事物上面 那裡 這樣就不好 好不好 這一團空氣跟這一團空氣 不一樣性 他們可能會接近 有可能不會動 這空氣會不會動 是靠什麼關係 誰來決定的 這一團空氣是氣壓來決定的 這一團空氣跟這一團空氣 會移動 是靠氣壓來決定的 通常你知道 風從哪邊吹 從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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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克制力的影響 所以改變上風的一點方向 所以 假設 高壓吹過來了 那這邊有一個低壓 在這邊 高壓靠近的時候 假設這高壓是暖空氣 那我們說這叫什麼 暖空階 暖空階 當時基本上 我們要去一致 我們要去一致 半圓形 那半圓形 反而半圓形 那半圓形 抹弄 我們就畫一條線 倾向人民成縫 那它畫這個方向 這是半圓形的 這叫暖空 暖空貼近 可是如果這樣後色的話 就是彈一個 暖空 暖空 這樣子從哪邊貼近 上面 從這邊貼近 暖空的方向最我們能接近 暖空 這樣接近 這叫暖空 那冷風呢 就要換冷風 冷風就是尖的 冷風是尖的 一般來講是藍色的嘛 對不對 冷風 冷風跟暖風如果靠在一起 而且兩邊視力相當 我們就不會移動的時候就是什麼 自流風 自流風可能就是這樣一邊一個 譬如說我這邊有 有個自流風 這邊是冷風靠過來 暖風飛過去 所以就知道這兩邊誰是冷的 誰是熱的 不冷又熱 這邊是熱的 這邊比較熱嘛 這邊是冷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熱跟這個冷是跟誰比 跟對方比 跟對方比 它有可能是冷 可是它可能對這邊來講它是暖風 它是暖的 懂我意思 它可能這邊更冷 懂我意思嗎 那這張空氣的這個界線 如果更冷會往這邊去 我們就說這是冷風過來 這是冷的 為什麼這邊要冷風過來 因為這邊更冷 懂我意思嗎 然後這邊移動 然後這邊移動 那這個問題是 課本上有時候 或者是你在看氣象報告的時候都會看到 是 趙哥你說 我會被泡湯 現在嗎 現在可以泡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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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意思是說它水機 泡湯 講清楚嗎 什麼要泡湯 那就泡湯喔 對 你要泡那一整機裡面去的 加水 你可以去加水嗎 3秒 29秒 27 所以就這樣嗎 所以喔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氣象災害的部分 台灣我們常遇到氣象災害是哪些 海豐 對不對 我們先講 從課本上來講的話 34節 他講台灣的氣象災害 氣象災害的氣象 氣象災害的氣象 課本 課本 第三支師節 一下側三支師節 我剛會講34節 我剛會講34節 我剛會講吧 那趕快把課本 放到34節啊 所以你為什麼不在我 為什麼在你 因為我只要把你 我的地圖 所以你跑太短了 沒有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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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那是我的字啊 又不是太短了 來 三支師節 來看一下 三支師節 三支師節 看到了吧 知道 第一個在開一個嗎 攀 攀 攀 沒有阿 下側喔 三支師節 下側喔 下側喔 你被下側 有阿 到阿 到阿 有阿 試一下彎是吧 然後第二次彎是 沒有彎是吧 什麼 那一刻第一次彎到 什麼彎 什麼彎 跳太快了 那個3.5 你講3.49 我講3.49 3.49 3.4 沒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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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彎 你用彎 隨便彎彎跟彎彎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嗯 圓圓表情 你過一下嘛 沒有 你沒有3.50 你用3.50 你用3.5元 怎麼講 你用3.5元 3.5元 哪個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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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覺的3.4元 3.4元 3.4元 我會講Doc 我會講Point 是啦 是啦 對不對 我今天 我今天 好 我覺得今天 應該是英文最好的 我還在書 沒有 沒有 紫容 對不對 這個3.25 還在書 你怎麼說了 好 第一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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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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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韓國的韓 欸同學 那兩位同學 不要誤吃的啦 我真的還要叫你把它收起來了 你泡了半天 你現在收起來 就很整齊了 對不對 不然你叫他拿來沒收 我吃給你乾了 我吃給你乾了 來 歡迎 各本3.4元 幫我講3.4元 我已經講3分鐘了 第一個是韓柔 什麼是韓柔 這台湾市的那個 我們的一些冷氣團 經過 不是跟你講一些冷氣團 大陸的氣 大陸的什麼氣團 大陸的什麼氣團 冷氣團 大陸的冷氣團 不一定大陸 如果會用太平洋來寫太平洋 大陸在台灣這邊 外平洋可能很難來 很難去 對 他講的 你看這標題叫做台灣的西上 台湾 會不會在台灣 不講原地 我們講台灣 台灣的冷氣團 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 什麼時候發生 中邊 秋天中邊的時候 開始有冷氣團 那邊也會有 慢慢來 那邊從菲律賓過來 有時候有大陸過來 菲律賓不會有冷氣團 菲律賓的維度也很低 所以從那邊 菲律賓過來的話 如果真的有的話 是冷氣團還是暖氣團 暖氣團 你可以介紹好 所以冷氣團 從大陸那邊過來 大陸冷氣團過來 那冬氣的時候 氣勢 勢力比較強大 你看 為什麼 當 陽光直射 直射 藍半球的時候 所以整個氣球會往下移動 你看 這邊比較熱 氣球往上走 所以它整個氣球往下移動 所以氣球往下移動 你看從北邊下來 從北邊下來是什麼 冷空氣 所以是冷空氣 所以冷氣團會這樣移下來 你看台灣的位置 台灣會在這裡 所以當這個西伯利亞 你看 西伯利亞正在台灣的正上方 有沒有 所以冷氣團移下來 這是很冷的空氣 好 到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北半頭 直射太陽 對不對 所以這邊比較暖和 暖和 陽光正上的時候 是南邊的空氣不上來 所以要南邊的空氣不上來 OK 可以接受嗎 這個有查一下 是 南方不是有南齒嗎 為什麼越接近南齒 不會越熱 南齒一定會越遠 我們會經過赤道啊 那像隔壁上那顆 那個地 你說這地方是嗎 對啊 沒有錯 這邊的空氣 氣候調整剛好這麼顛倒 不過跟他來講 我們這邊夏天的時候 他睡到就是一樣 是 這個叫做冷高壓 他冷高要從南邊上來 沒有錯啊 那可是他一眼看就有了 沒有啊 太陽是這南半球的時候 他就夏天啊 喔 所以當我們 很冷的時候 有人說 最好注意到地方在哪裡 南邊 南邊在哪裡 吃到 吃到隱藏地區 吃到隱藏地區 比較常 比較常有朋友說 要去澳大利亞 或者是那個 澳洲嘛 澳洲跟那個 紐西蘭 澳洲跟紐西蘭 我們冬秋的他們就夏天嘛 南北也可以 南北也可以 但是南北比較遠嘛 南北也可以比較不熟悉啊 好 接下來第二種氣象災害叫美女 美女是什麼 嗯 五六月 五六月份的時候 五六月份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太陽直升哪裡 吃到 吃到 五六月大概是 直升吃到春分的時候 春分過了一點點 直升吃到左右附近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可以想像 這個冷暖空氣的勢力相當 勢力相當 它的交界點剛好在這個 大陸的邊緣的地方 所以知道我們台灣的地方 就會變成這麼一氣喔 它就是冷氣團 跟暖氣團的勢力相當 所以在這邊就是 不左不用 不左不用 這樣 稍微左邊一點 稍微右邊一點 稍微左邊一點 稍微右邊一點 卡住了 那我們知道 暖氣團帶來的是什麼 熱空氣跟水氣 冷氣團帶來什麼 冷氣團帶來什麼 冷 冷啊 冷氣團帶來就是冷 所以當你這個 含水氣的暖空氣 遇到第一門會怎麼樣 凝結 小老師記得會怎麼樣 凝結 凝結 不是眷眼的凝結 所以就開始下雨 而且就下去下很久喔 媚劇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媚劇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下雨啊 下雨 下雨下很多 下雨下很多會什麼障礙 吳沖 吳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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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洪水 但是你說 好 那我不喜歡美衣 也說美衣可以少一點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因為那是台灣最主要的 水量的來源 其中幾塊喔 台灣有兩個時間的水量來源 一個是美衣季節 一個是颱風季節 一個是颱風季節 喔 一個是季節 那五六月分台是美衣季對不對 到七八九的時候是颱風季節 那這兩個時候 只要認的一個時間水少 我們就面臨乾淨氣了 我們就 低消水很少 低消水沒有要補充很多人 我覺得你不要抽 而且低消水抽太多 就地層會下陷喔 好 那 吳流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含草或吳流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凍傷 凍傷 凍傷喔 誰凍傷 我 魚類 我們台灣還好很早聽到說人凍傷的 當然是魚類凍傷 對 而且那個農作物會 就死掉了 農作物為什麼 吳流一來就死掉了 人的溫攤太大了 溫攤太大就死掉了 好 我看的是細胞 細胞怎麼樣 細胞為什麼會死掉 細胞為什麼會死掉 淡人 淡人會怎麼樣 抓索 沒有活力 他扭到結冰 他在膨脹 他在膨脹 他會把細胞給緊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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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冰耶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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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今年的冬天 二月份的時候 才能平地下雪 對 有 台北還在下 海南也有下 沒有嗎 我們講到 我們講到 涵太油都是這樣 涵太油 當溫度大概在接近零度的時候 不要說零度 我接近零度的時候 如果這時候要刮大風 有刮風 它的風的影響 會把水跟氣蒸發 水跟氣蒸發都帶有熱 所以它本身表面上 會降到零度以下 所以說氣溫的 空氣溫度不到零度 可能在兩度三度左右 可是 你碰到那個葉子 再稍微吹快一點的時候呢 這個上面的水跟氣蒸發 它的溫度會下降 下降之後它就會到零度以下 這時候就會結霜 所以在寒流來的時候 最怕的就怕霜暗 你那個植物上面結霜之後 火石在長的時候結霜 基本上就壞掉了 它就動掉了 就會癢 所以只要搭個風子 搭個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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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擋風 主要是擋風 搭個風子擋風 所以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這個方法 就主要是要避免 因為我們台灣 就像剛剛子虹講 它屏地很少到零屋底下的 所以基本上沒有風的時候 你那個對它的 要傷害的影響 影響就比較低 就比較沒有影響 就平常在其他比較冷的 國家傷害的廠房 對 對 對 所以它們東京基本上是不動質的 東京是不動質的 所以已經靠外國了 他們現在大部分 像在大陸那邊 有沒有看到 他們現在都全部做那個溫室 大型的溫室 大型的溫室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因為溫室它可以空出溫室度 因為像大型的溫室 有些會加太陽人 會調整它一些溫室度 所以可以讓它 搭那個棚子裡面是四季的無尊 四季的無尊 要他們搭棚子 那會給人最好生長怎麼加 對 給食物最好生長的環境 那會加燈啊 讓它產生光的多用 加水氣啊 補充乾旱的時候有水氣 再加上那個溫度的控制調節 讓你們的溫度是保持在春天的溫度 對 食物就會持續的成長 那邊現在大部分都這樣子做 好 所以寒流時常最大的是 災害不是對農作物 是對養殖業 對吧 很多時候我看到養殖業 尤其在那個嘉義帶 寒流一來的時候那個魚啊 主要是魚池的 主要是魚池的魚 所以為什麼它就翻過來 就死掉了 因為他們 一般來講我們魚池也不是很深嘛 所以魚沒有什麼地方做 整個硬能齁 整個水池的溫度就像不像 所以我因為有最上面熱的人 水會保持溫溫四度 對 主要是看它的溫度有沒有在濕度以下 如果在表面的溫度在濕度以下 我們可以說最底下是比較嫩 比較暖活的是濕度 可是一般養殖業 在台灣養殖業 你不會養到寒帶的魚類啊 你養的是溫帶的魚類 或熱帶的魚類 它就會讓魚都不耐熱 像以前小時候我 不耐熱 小時候我爸爸養那個熱帶魚 官場上熱帶魚 那個麻煩 那冬天太冷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要加熱 買加熱器 來看溫度 溫度第一段 就會開始啟動加熱器 很麻煩 因為那是浪費錢 對 沒有 小時候的時候我看我爸爸養 那這個就有風草 一段時間有人養這個養那個人 像我自己養的時候 養的隨便養 隨便養的 像我們養成大肚魚 那種隨便養隨便活 不會怕在中間 然後台風 接下來是第三個氣象災 台風 台風怎麼形成的 熱帶性低吸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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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從哪邊來 什麼的 因為 其實 其實像我們在這個尾部 在所謂的 假設這是赤道 這是 北迴徽線 台灣的位置 大概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到夏天的時候 夏天到陽光直射 對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它會有個叫做 東興風彈 什麼東西 東興風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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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興風彈是從東邊推過來 東興風彈怎麼形成你知道嗎 因為地球有形象風彈 對地球才轉對不對 地球有形象風彈 那所以這個空氣呢 就想辦法停留在那裡不動 就是它沒有辦法 隨著地球動那麼快 空氣比較慢 會這樣做嗎 蛤 會這樣做 什麼樣這樣做 就是 就是離開地球 掉到地球 這原來都沒有附 對它本來就沒有附著 在陸地上啊 空氣是掉在陸地上啊 所以它如果轉的話 空氣不會完全跟著轉 因為它有慣性的關係 我現在把這個什麼 我這樣往後會射 不一樣嗎 它一開始是在地面上的喔 你講果然是一開始在地面上的喔 沒有沒有 它是說 它把它往上射 然後假設它這樣轉過來 然後它下來就 不會啊 不會啊 那一開始的時候 就在地面上 一開始在地面上 一開始在地面上之後 一開始就在觸避 離開地球的時候 就有表面速度了 就有水平速度了 那最初要離開一下 什麼叫離開一下 軌道會 軌道會軌一下 因為你上天做的空氣阻力的影響 摩擦力的影響 就會便宜一點 一定會啊 好 但是如果 理想中的那個 你丟上去的東西 會不會再掉下來 不會 因為我們有 高度差 會有所謂的 這叫做什麼 高度差 它高度差的影響 你越遠的地方 因為你速度 你 譬如在這邊的速度是 就是每秒100公里好了 每秒100公里 每秒100公里 每秒大概1公里 你看 4000萬 4000萬公里 除上60 再除上60 再乘上24 那多少 好 大概 大概 這是 算大概嗎 0.4萬 0.4萬 千 大概 大概速度過你 每秒鐘速度過你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在移動 你的地球在移動 對不對 我們的步驟在地球上 你沒有什麼感覺自己在動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你離開地球表面的時候 你越遠的地方 你的地球還在移動 你也跟著移動 變慢 事實上你沒有辦法移動得這麼快 你會稍微慢一點 這一次可視力影響 所以那樣掉下的時候會掉不在原來點上 當然這前一次你要移動夠遠 移動夠高 如果一直跳一下你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你一開100公里 這掉下你就不會掉在那邊點上 飛機會 你往東飛跟西飛會有差 因為飛機飛那麼遠 他們盡量就是跟那個相反的 會飛比較快 對 這樣比較快 對 好 所以就是 我們講台湖 所以當你這個東氣空在影響的時候 你看它風往那邊吹 全球的整個地球風都這樣吹 沒有辦法 但那邊風吹過的時候 總共有空去捧它 所以它這東西就會 再高一點就膩著吹 所以上一點的空氣就膩著吹 這吹西風在 這叫西風 好 一邊吹東風 一邊吹西風 東風跟西風 東風跟西風又出現什麼 東風跟西風又出現什麼 真空 會出現漩渦 喔 會出現漩渦 那漩渦不是一直都出現 所以它出現一些老流 這老流出現的時候 老流出現的時候 再加上太平洋 因為直射陽光 太平洋的面積這麼大 太平洋的面積這麼大 陽光直射的時候 它產生水蒸氣很多 所以這屬於變什麼 低壓區對不對 就水蒸氣 所以當有局部的低壓區 加上適當的老流形成的時候 低壓區的風氣 向上升 外面的風土補進去 就形成什麼 氣旋 氣旋 氣旋就形成了 氣旋就形成了 就開始形成了 氣旋形成之後呢 氣旋不是我創造的名稱 氣旋 氣旋形成了 它就開始漏 它就越到越 為什麼越到越快 越來越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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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漏起來的時候 它中間就更低啊 好 更低壓的時候 你看那個 嗯 我們就知道 哪啊那個 它轉的越快 它的上升越快 那你的東西被抽到很快 那它可以讓你拿起來 好啊 你看這個在轉的時候 它中間的這個區 它實際上是不一樣 為什麼 它沒有水 沒有水 是不是所有水都往兩邊跑 對不對 所以它中間就是低壓區 可是它中間就是低壓區 它水的越想往裡面補 它補的時候呢 空氣就會 就會自然而然 又向上升 所以它是不斷地吸成一個 氣搶 將來的氣搶 所以它一直有空氣就補出去 所以越補越快 那這時候呢 所以颱風也不會被吸到颱風去啊 颱風也沒有辦法 颱風也沒有搶啊 若是龍捲風就會啊 若是龍捲風就會被吸上去了 若不是龍捲風 是颱風的話它沒有那麼搶 你說 颱風也沒有什麼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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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會接上去 但是它向上啊 它是有向上 它是向上的氣力 向上的氣力 向上的氣力 你沒有覺得往吹過來 可是那些向上氣力 可是在地上有氣往上吹嗎 沒有感覺嘛 對不對 對嗎 你那個氣流都是向上 可是你看到那種氣流是從旁邊向上吹 所以你在中間你會覺得有向上的風吹嗎 沒有 在向上的風吹 懂你嗎 好 那向上的氣力是這樣子 這樣旋轉的 這樣旋轉的 所以在中間的位置呢 基本上你 不太感覺太多的空在流動 好 好 那所以颱風就這樣形成 因為被擾動的時候 不小心 它就變成一個氣旋 氣旋形成之後 它就越來越滑越來越大 所以它隨著距離越遠 假正這個颱風形成是在太鳥中間 它往內移動的時候呢 它走的距離很遠 它可能形成強烈颱風 因為它越走會夾在更多的水氣 更多的水氣就是更低壓 更低壓那個颱風就會被揚大 就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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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說 從輕度颱風 中度颱風到強烈颱風 OK 好 那到 一般來講 快到大陸的時候 它大概就是往那邊偏 往上 往上 往上偏 往往上偏 因為這邊是地形的影響 地形的影響 加上這邊可能有高氣壓 大部分氣候大部分有高氣壓 高氣壓就會迫使它轉變方向 因為我們沒辦法從低壓到高壓 所以高壓就是擋住的時候 它就會向上偏 所以大部分的颱風有時候 碰到颱風的時候 中間有起到的時候 往北走 往北走 往北走是中間什麼 中間 中間 往北走會撞到中間山脈 我不知道 往北走會撞到中間山脈 哎呀 會撞到日本或韓國 會撞到那邊去 對對對 好 颱風最大的影響 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 暴雨 暴雨 還有勒 強風 還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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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勤班停克 勤班停克 勤班停克 勤班停克影響 那是颱風嗎 對你這一邊都不知道什麼水 五十六 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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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繩勾 什麼繩勾 有啊 有那個 有的是這樣子 S型 那邊又回來這邊 又是從這邊再回來這邊 很有厲害的 因為壓力變來變去 它就怎麼改變 那是也變成這樣 它轉到這邊很輕 因為它這邊 它沒有彩鳳到這邊 它有時候難轉到菲律賓去 然後菲律賓去之後呢 可能這邊有另外一個高壓過來 感覺又被逼上去了 那颱風其實還有一個影響 就是我們上次有沒有講到 就是講這個海水道罐 海水怎麼道罐 我覺得都會講 地下水 不夠 主要是喔 因為颱風這樣吹 颱風是逆深吹 是逆深吹 假肉的颱風要偏南邊過來時候 偏南邊過來 偏南邊過來 我的颱風走向這樣 所以我的颱風走到這個時候呢 我是這樣吹 我這樣吹的時候 對這邊來講 對花蓮啊 或對宜蘭這邊來講 風是這樣吹的 是從海往路上吹 對 那這風又很快 海就會隨著 海水就會隨著河油往裡面跑 它就變得流了出去 它被風吹進來了 被風吹進來了 被風吹進來的時候 就是海水道罐 那個河河沉的岩分就會很增強 河河沉的岩分也沒有很增強 但是岩分這樣的影響可能沒有那麼大 但是主要是會淹水啦 主要是水排不出就是淹水嘛 那這是 這是從西南方走對這邊的影響 那如果說 颱風這樣走 會怎麼沒有我們盤子的盜灌 所以就炒了 旗足櫃 你看喔 這樣子 不對 就是這這附近 就都關於台蛇的盜灌 哈 或者是如果颱風從這裡 下來的話 那這裡都會為台蛇的盜灌 因為風吹是這樣就是這樣 西南魚 西南魚籃都是不會凡誰打 aje 不用理 OK 好 這是颱風的影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乾旱 什麼叫台灣的乾旱 沒有來雨跟颱風那麼少 颱風如果沒有雨 或者是不長 沒體也很短 颱風又可能沒有雨 颱風又可能沒有雨 就是雨很少的雨就可能 颱風過來的話還是大幾天的 不是不是 風很大 也許有雨 但是它沒有下下來 有時候會啊 不夠 水沒那麼多的時候 有時候它邊走邊下 因為它其實颱風經過的時候它是邊走邊下 那下一下可能就下雨了 到台灣的時候剛好沒有什麼太大的水 有可能 我要植一桌東西在這邊 對 就是風很大 風很大 那風也很小 有這種颱風嗎 其實這兩隻就會有一個這樣子 就是風很大但是也很小 喔唷 去蒙古已經 對啊 風很大 超大的 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會缺水 台灣缺水其實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 我們台灣水游不住 我們台灣太高了 然後那個山脈就是長這個樣子 台灣是荒西 荒西嗎 荒西 荒西 很奇怪這河水根本就沒有水啊 對啊對啊對啊 這麼乾的河幹嘛佔那麼大的地 對啊對啊對啊 我們把地拿下來用不扔了 對 對 有 就這樣子 在台中就有人去拿下來用 這個河根本沒有水嘛 就開始就往裡面圍啊 那個河喔 河本來就這樣子一條河出去 河到很寬嘛 他說水就這東西 那水就這東西一點點水再有啊 啊這沒有水 然後就微一點出來 就微一點出來 就微一點出來 微一點出來 這邊蓋房子啊 蓋房東區啊什麼的 然後就再微一點出來 再微一點出來 再微一點出來 那你知道嗎 河為什麼這麼快 因為 它最大的溫度 其實是水那樣子 對 因為它水大了就是這麼大 所以台風有一次 大颱風來齁 它的旁邊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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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會有 還是會不會不會有 如果大颱風天來看啊 你到金水橋 然後難怪 可以看到整個河道水是滿的 爽 那是很誇張 整個河道水是滿的 那個菜 是最好的 台風是不是要來 海風是不是要來 台風 海風力快到了 現在是 YES 美雨季先過 美雨季過去 完之後再核ノ fallait 這個月就是台風紀念 沒雨季 其實你看呢 今年的冥雨季沒什麼雲 雲算多 所以冥雨季算多 一定會來颱風 蛤? 颱風季節一定會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今天都來颱風 曾經有過沒有颱風的啊 就是整個颱風季也沒有颱風的 我們台灣的那個農業就會比較上去 對 但是水嘛 就沒有水啊 我們的水都會留在水庫嘛 你留在水庫 那你也不能套水庫養一整年啊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那麼多水嘛 所以當水庫的水慢慢沒有了 那就大家就開始節約用水啊 就開始限水啊 好 那台灣 其實這個是目前的狀況 我們的水政策喔 因為政府補貼太多 你補貼太多 你看我上次講嘛 一度水 一度水是1000公斤的水 1000公斤的水是幾瓶 保二瓶 100瓶 10瓶多 幾瓶 1000瓶 你剛剛說100瓶 100瓶 一公斤的話是1000噸沒有錯 1000公斤啦 1000公斤 對沒有錯 100瓶 以一公斤來算的話是喔 那如果是一種大瓶的話就是幾瓶 這是兩公斤的水 50瓶 就是50瓶 50瓶就是一度水 一度水在台灣賣多少錢 四二瓶賣給多少錢 一塊錢 沒有便宜啊 兩到三罐嘛 兩到三罐嘛 兩到三罐 一度水兩到三罐 所以非常便宜喔 曾經有看過一個報道 那是有人去義大利舞嗎 你講過了 我講過了 有人沒聽過嗎 那不是在第二遍嗎 那不然照中講第二遍 來照中說 有一個人去義大利舞玩 那住在義大利舞朋友家 然後呢 我一定要去洗腳 洗一洗 他看了出來他還講說 欸你應該不能住我家了 因為我爸說你用水用太修 那他們 他們歐洲真的水很貴啊 那個可能你洗一洗 就洗30分鐘台灣的習慣嘛 反正那個碟碰碰碰碰碰碰的 慢慢洗慢慢洗 喔開心 慢慢洗洗半個小時出來了 他人 他人啊 他的爸說你朋友不能在做你 這樣洗的手就這樣 那水用太多了 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歐洲水這麼貴 水本來就不容易獲得啊 為什麼我們歐洲水會給台灣 因為他們就沒有補兵啊 台灣有在 地方區 所以 沒有為了台風 不是這樣 台灣的政府補兵很多啦 他的政府補兵你水費很多 他說你水費不用錢 水基本上很便宜啊 當然為什麼說水補兵 因為下套也有水 不是 水市場都開始 陷水員就開始 各區修水打 然後就開始 每一群都開始 不能 打開水 那是限水 但是 但是等到缺水才限水喔 但是 在正常來講 我如果從現在開始講說 一度水 一度水是 我不要說三塊錢 一度水給你提到 15塊錢就好了 我跟你講 這水馬上就省一大半了 你這樣水會這麼浪費 欸 對啊 但是我其實不知道 我就跟他選電器 不都會 因為他算 像你這樣很大 但他們會騎那個 擠水 水那個 柚子 又把柚子 然後用柚子 所以他會騎水 其實很容易流失掉 對啊 沒錯 所以說他會騎水 他會騎水 很容易流失掉 對啊 為什麼他們會有水 其實說 其實說 沒有人說很多水 沒有人說很多水 誰說很多水 誰說的 不是說這樣種 不知道花很多錢在那個 對啊 他沒有掉包啊 他爽 就是補貼啊 為什麼補貼 因為台灣基本上 是農業的國家 而且你看很多種工業 也需要水 我不補貼的話 你說的農業跟種工業 當然花很多錢去維持 對吧 我在種果樹 我需要澆水 結果澆水的時候 我跟你講一度水 十塊錢 你澆不下去嗎 澆不下去 澆不下去 你就沒有果樹 你真的加一顆水果 本來一個香蕉 可能是 一斤二十塊 因為水便貴了 所以一斤香蕉是八十塊 神經病 你要不要吃 所以 好貴啊 就很難 就很難用 可是 就是說我們要去思考 怎麼樣節約用水 實際上不是說不行 我跟你講在以色列 以色列是沙漠國家 他們農業也很發達 他們不是 他們不是 一桌觀看 他們沒有錯 他們很節約用水去 很強勁 它很仔細的去讓每一滴水都充滿 對 他們很精確控制 很精確控制到 你每顆植物所需要的水 就滴在你旁邊 讓你去享受那個水 不像我們是這樣 水會 哗啦哗啦哗啦 這樣灑水 那哗啦哗啦灑水的時候 很多水就是用不到 就跑掉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當你的 正正調整 你不能用舊水去想說 當我舊我現在開始補貼你水備了 你看水備變得很貴 你想說 喔那我們大家的民生用品都會變貴 這是做我的思考 像工廠我用水 基本上我用了水 水髒了我就直接排掉了 那不是很浪費嗎 你為什麼不能回收再利用 綠水 所以我假設這水備變貴了 你是不是工廠就會思考說 我怎麼樣去把這水回收 再拔潔淨 過濾再重複使用 那你花這一點點錢 你就可以解決這麼多水的問題 是不是 可是我們現在補貼 所以大家就全部水 就隨便用嘛 把這水弄便宜 用了 用完就 流到氾濾去就好了啊 是不是 然後來到咧 然後大家 沒有水的時候就 開始限水就很痛苦啊 對不對 就開始怪政府啊 沒有 為什麼不把水流多一點 可是他這個二品種改的話 就更會不會辦法改變 對啊 但是這個水備現在補貼是不對的 你可以慢慢調高啦 可以慢慢調高 好像這次也是慢慢在調高 不過 這個東西是慢慢來 大家慢慢去適應這個問題 台灣 好 所以剛脈是台灣一個污染的問題 因為我們真的很難注意 沒有水的情況 沒有水的情況 真的是 就是 呃 有些人就是真的沒有水就往下挖 往下挖 往下挖 往邊回來用 可是第二種真的也是 嚴格來講是 那就是救命的寶 就是萬一真的有一天 真的真的都沒有水 所以我們地下水要一定是水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 反正一點點沒有水 就開始往地下挖 那挖一挖真的又沒有水了 任何管 好 好 這剛剛的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講 天氣預報啊 為什麼天氣預報 怎麼樣 因為可以提早 預防災害 可以提早 預防 就說風來了 你知道就要先把 門窗做 做保護嘛 這樣做 有台風還要先買下來 好 有台風還要先買下來 對不對 合理齁 就是你要懂得怎麼去 讓你自己減少損失 台風主要天氣預報 是減少大的損失 減少消量 目前大部分的天氣預報 我們都可以先 比較準確啊 因為目前 我們科學家對 天氣的變化 掌握得比較精確 真的嗎 真的很 所以 我跟你講齁 我那時候在國外的經驗 是這樣 我那時候幾年前 八年前 八年幾年在開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氣象越來越準確 我們是比較發展 我兩次去美國 第一次還沒有發展 第二次去的時候就贏母發展 兩個 兩次見隔開 我第二次去美國 特別是在八年前 那時候去 我們在實驗室上忙了嘛 然後你就看時間 噢有點冷 然後我同事又跟我朋友 說 12點會下學 我們等一下早點走 真的有這麼多嗎 這蠻準的 結果我們差不多11點半 快12點要離開的時候 就開始飄雪 然後天氣預報說 今天晚上的雪會講八寸 那八寸就是煙起來 高度八寸 二十二公分 對 結果隔天早上 我們去上學 他那個公園的圓桌 就像個餅一樣 蛋糕一樣 很漂亮的圓桌 哇 就是他那二十公分啊 就覺得好準啊 沒有七樣一抱腿這麼準 對 對 對 所以 對 你不要再描述我才不信 因為說不準 否則也不關人 沒有 沒有 這個當時 這個當時 你真的相信你從我講話 沒有 就是你還是會信嗎 像是不是 前 蛤 三四年 就有人講說什麼 哪一天在什麼時候會發生 地震 然後就有人去 講說 他就在那個時間 就不敢搭 變地震 還是會有人相信嗎 地震的預測比較 不要見得那麼準啊 但是天氣的意象 天氣的意象 天氣的意象 也很準 我要以為 我要以為 你沒有人說 你一分都很那麼準 我不會不相信啊 因為 為什麼要不相信 因為我是迷信 因為我就會困在裡面 這又不是迷信 科學的事情 因為他們可以發生 真的很科學的東西 這為什麼你不能不相信呢 因為 因為有偏差 所以你可以避嘴 有偏差沒有錯 但是你為什麼要選擇不信 你就傷心都沒關係 而且重點是 越近越準 越準 對啊 你為什麼要選擇 你看 你這樣 你現在先 大概久一點 就不會 晚上12點 玩到什麼時候 還要嚴重 我先玩到12點 所以晚上12點 所以你其實還蠻準的 我覺得那個 我那時候就感覺 氣象還蠻準 然後我後來就把那個網站 他有個氣象觀眾晚上 就把網站 帶我來台灣 台灣人 沒有 他也可以看台灣的氣象 也還蠻準的 我問他說要辦外交全 然後 前一天下雨 我們老師說 明天繼續下雨怎麼辦 都沒關係開一下 他說明天早上10點後 如果下雨 應該還好 怎麼可能這麼準 明天早上下 你還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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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氣象網站 我今天是還蠻準的 我覺得可以選擇相信他 然後他可以預測 而且他廣場 他還在談事情的時候 還在飄雨 10點就不下雨 然後到10點以後 那個網站在哪 我在分享給你 對 那還蠻準的 不早分享 我們就可以先吃到 要不要吃到 但是後來 我覺得就是 他也不是百分之蠻準的 他也不是百分之蠻準的 但是 就是我覺得可以參考 你可以說 台灣的氣象報告看一看 然後他的氣象報告看一看 就是他可以預測 而且他廣場 他可以甚至把 過去幾年的 歷史溫度 歷史的下雨的 下雨量 都做分析 你可以看到他的 什麼資料 從我到你的照 去我 去我重新 對 他重新的東西 不然你現在是 你又不信你 然後你就困在裡面 不會啊 我剛剛不是解釋過 不會啊 我相信他 在這邊你看他氣象預測 現在氣象預測 簡單的一些工具 簡單工具有所謂的 風向劑 風向劑是類似那個 一根劍 你有沒有看過 那課本上面有一個 在哪裡啊 有沒有 在 我這邊是一百二十一頁 一百二十一頁 一百二十頁 這個地方 一百二十頁 一百二十頁 他有一個像飛機一樣的 長得像飛機一樣 他靠飛機後面的尾巴 來決定 有沒有 一百二十一頁 那尾巴朝的地方就是風吹 然後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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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右邊的話 我們說就是飛動風 那接下來那個前面的螺旋絕在幹嘛 側風速 側風速 勾的越快之後 他的轉個就越快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對 對不對 lon速 今ithmetic 側風速 哪一額 cues 測溼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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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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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降到 你這樣可以觀察連續式的濕度嗎 連續的濕度 它的方式是說我把這邊的空氣取出來之後 然後開始降溫 降溫 降溫 降溫到它開始解錄 你說現在的肚體溫度是多少 可是你從降溫的過程你就經過個時間 設做表面的空氣 這邊吹過去的風早就不一樣了 所以它測出來不是連續濕度 好不好 好 新下課 大家利用下課時間想一想怎麼測連續濕度